記者目前位於高雄愛河 那秋天的颱風真的是相當的詭譎多變 目前山陀兒是漫步的在接近台灣當中 那南台灣首當其凶 高雄已經陸續傳出許多災情 剛剛一路上我們還有看到有 馬路上是有倒掉的大樹 那民眾拿著雨傘 雨傘也是直接被吹走 那現在這個天氣呢 風雨交加的狀況是一陣一陣的 現在有稍微緩和了一點 不過可以感受到這個雨 還是幾乎是可以說是斜著的下的 就是颱風天的雨根本就是直接斜著會打進臉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在愛河旁邊 也因為今天是大潮的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河水可以說是相當的滿 那有可能呢 這個好雨持續的下下去 就會造成有淹水的狀況出現 那我呢今天啊 在愛河旁邊這一系列的店家 幾乎都是沒有開的 可是呢我們可以看到啊 在後方啊 他們已經有用帆布把桌椅都包住 甚至在後方還有黑色的布呢 跟是直接把車子是包起來 就怕啊 颱風會影響到自己的身材工具 不過呢在這一家 這一條愛河裡面 還是有一家商店是有開的 那上午的時候 它是賣早午茶 早午餐 然後下午的時候是賣下午茶店 那也實際詢問老闆娘 為何今天會選擇在颱風天還會繼續營業呢 想問一下老闆娘為什麼會選擇今天還會開店呢 因為還有零零行行的一些客人 沒有地方吃啊 那我們就想說開到下午五點 這樣子給客人方便 我們也是想說五點沒有客人就打烊了 那今天是一整天這樣下來有客人嗎 沒有沒有沒有還沒有開 我們從早上九點開門到現在都沒有客人 對呀 那是打算接下來會繼續營業下去嗎 沒有到五點 五點我就打烊了 對啊 那今天這樣如果都沒有開的話 是不是損失很重 當然啦 因為員工 還有租金什麼東西都要支出啊 開銷嘛 那管銷也蠻多的 對啊 那如果明天高雄持續放炸的話 還會選擇繼續開著嗎 還是會開啦 因為總希望有客人來啊 你都不開的話 更沒有希望 你開了就有希望啊 對啊 還是會開啊 那您有做什麼樣的房台準備嗎 有有都有做 而且我們觀光局 就是配合觀光局 觀光局都有來獨島 都做得蠻好的 觀光局都有來 都OK的 那會擔心這一次風雨還蠻大的嗎 您就覺得會不會 就是覺得說山陀要來 有什麼心情狀況怎麼樣呢 我覺得這一次的颱風是 雨聲大 下來的小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大 因為大家一直講說很大很大 但是我們昨天到現在沒有到 一道很大的那個風啊 只有雨啊 我覺得還好啦 好的 我們可以聽到啊 老闆娘是表示呢 這是好像是聽說是強臺 可是呢 聽說是中臺 可是感覺實際的天氣狀況 都沒有那麼不 沒有那麼不穩哦 那我們實際呢 在這邊是可以 真的可以感受到風雨狀況 是一陣一陣的 那老闆娘是表示呢 她明天還是會繼續營業 可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颱風呢 現在有慢慢變弱的狀態啊 可是 她的環流還是非常的好的 那她整個還是一個颱風的體系在 所以大家千萬不能掉以輕生 因為這一整個還是一個颱風的體系 會直撲到台灣哦 所以呢 大家的房台準備還是要做 還是要用最高等級來加以兼備